有一顆皮球 從離地面10公尺高的地方落下 每次反彈的高度 是落下時高度的1 3分之1 求此球從落下到靜止時 所經過的路徑長R 大約是多少 好 彈那一鐘 15公尺 不對 把衝 第二個是震大 18公尺 什麼 你說18還是8 18 18 不對 也不對 沿滅 我1分了 找到了 彈那一鐘 最後一位答題機會 找到了 這種最歐了 時間到 好 正確解答是 是20 彈那一鐘剛剛少什麼 我是算他彈下去 然後彈上來彈下去 我少算他後面每一段 彈上去的這一段 回來的 我就只有這個這個這個 回彈的沒有 所以回彈的部分 可惜 好的 下面一條題目 請出題 這個魯伊吉 是那個馬利歐的兄弟 魯伊吉 魯伊吉 魯伊吉感覺是錄了一個月 魯伊吉 我想說幹嘛突然叫魯伊吉 魯伊吉 所以其實我們從這個知道 當學生也沒有那麼容易 沒那麼容易 壓力也很大 不要大人一直說 你們當學生很幸福 也沒有 這算是個 各有各的壓力 我經常說叫 孩子不一定要讀書 其實我只是讓他們放鬆一點 是 不要把自己逼壞掉 對 但是學問還是真的是要努力 對不對 去學來 不學就無數 所以你還是要學一點技能 是 然後比讀書更重要 行有餘力 則以學問 對不對 做人的道理要先學會 來 來了 哪一中 66 來哪一中 功槍有力 功槍有力 六六 來 解釋一下怎麼玩 算的 這個兩分很補 到底 那個 因為兩個都一定要是級數 所以 是 所以紅色的如果是1的話 那 黃色如果是1的話 綠色就是1到21 所以總共會有11種 然後如果 黃色是3的話 就會剩10種 然後是5的話就剩9種 所以當然就1加到11 就66種 對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結法 就不用用在那邊 對耶 對啦 所以方法很多 好 下面一道題目 數學題 請出題 19、18 某手機公司 共有甲乙丙三個生產線 依據統計 甲乙丙所製造的手機中 分別有5%、3%、3%是瑕疵品 若公司希望在全部的瑕疵品中 由甲生產線所製造的比例 不得超過五十二分之五 則甲生產線 所製造的手機數量 可佔全部手機產量的百分比 至多為 甲乙丙三個生產線 甲乙丙 大家看我們台灣的 這個半導體的一個製造業 我們的代工的良率 是全世界第一的 對 同樣的一個產品 對 忘了是哪一個部分的一個產品 韓國一直追不過台灣的原因 因為他們的良率 只有五十一二% 台灣可以做到九十幾% 良率 輸贏就在那個地方 你不良率你還要這個 材料的損耗 人工的損耗 時間各方面 所以競爭力就沒有台灣的厲害 台東 30% 好 哇 哇 喔 喔 喔 這個要分成三條 沒問題 都聽你的 都聽你的 你要幾條都可以 你要幾條 我跟你講 三條 分你三條 OK OK 因為答案只問那個甲的部分 然後乙丙我是當作是一樣 因為他們都是三% 所以部分該算 所以就是甲的部分 我甲是他是A% 然後其他 乙丙加起來總共是3%的部分 然後剩下的數量 是100-A% 然後用比例的概念去算 然後最後交叉相乘 最後算出A的話 這個部分是30% 還是聽不懂耶 哇 怎麼跟你們的上面解答 都不太一樣 我工廠最近在找廠長 好 願意過來跟我們談一下嗎